她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家以后就是玩手机 然后把家务都抛给我 即使是不忙的时候 她现在也不帮我做家务 我每天都忙于工作已经很累了 回家也做家务 游戏只是偶尔很少 我们最近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 而且有时还会冷干 遇到事情也不和我沟通 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沟通过问题 因为她一遇到事情就和我这样 我实在心累 都不知道怎么好好和她沟通 她对女儿太过于溺爱 总是无邪事地对女儿好 只要说到女儿的教育问题 我们就会吵架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儿本来就应该复养 我想给女儿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想对女儿好 难道也有错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韩先生34岁来自吉林健身教练 马女士31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 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妻子要来的是吧 对 是我要来的 看小片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先生好像现在对家里比较漠视 对吧 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对 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因为我俩爸都结婚八年了 我觉得现在对我确实是有点漠视 你看就比如说在生活中 就是下班了以后 然后我老公总是窝在沙发上玩手机 是吗 作为健身 我一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我其实挺累的 我想回家休息一下 我不玩手机的时候 我媳妇吵着我怎么都行 只要我拿起手机了 她不管你是不是玩游戏 就哪怕我再跟会员预约 就是明天谁几点来 谁几点来 她都会跟我说 你能不能干点活啊 你把地脱落 你看家里多埋得了 我不是不干活 我干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在给会员回微信的时候 我觉得手机不是这样横过来的 那横过来的 你是给那个会员回微信的吗 总得有休息 手机有这个功能吗 我想知道 有横着回吗 你休息的时候 那你休息的时候 你说你休息的时候 不能陪陪我跟孩子吗 而你总是在拿着手机 人家都说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你这可倒好 今天总拿着手机 再有一点 就算是你回那个会员微信的 但是你是不是也得 适当地找时间去回 你这样你不把家里边和工作 混为一起了吗 我知道 尽量 他在家可跟我不是这个态度 我一说他就炸了他 炸了的意思是急了还是爆 对 就急了 是吧 我就玩一会儿 我就看回手机 你就这样是的 你是不是有没有打游戏吗 有 而且我觉得打游戏有点商业 这照什么信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有没有打游戏 是不是在这个 引起了老婆的不快和反感 那睡了再打呗 这还想不出办法来 我说我玩一会儿 我说媳妇 我玩一会儿游戏 我今天累了 我想放松一下 你玩吧 去吧 你上客厅玩 我跟孩子一会儿要睡觉了 行 我坐那儿玩上没有五分钟吧 也就五分钟 你能不能把灯关了 我跟孩子要睡觉了 你不知道开着灯 孩子睡不着吗 哦 把灯关了 你能不能小点声 你不知道你很吵吗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不想让我拿你直说呀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去玩吧 不是 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时间管你啊 他可能觉得是五分钟了 实际上已经半个小时了 行 打游戏算是一个问题 对吧 咱们放在这儿 这些人还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对我 我觉得有点不耐烦了 不耐烦了 举个例子吧 因为我这个家政嘛 是刚下了 就是学生的新鲜劲嘛 可能是没过去 我是想让你直到直到 我在旁边 他可倒好 在旁边 哒哒哒哒哒哒哒 起了没完没了的 我就是希望说 你坐在副驾驶吧 你看我本身 我就是新手是不是 那你看你适当 我把下方向盘的 或者是怎样的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当时的表情 是什么样的 就是第一次练车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 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说侧面来车了 一个卡车 蛮载的 要么你油门驾大 过去 要么你把刹车踩这 他可好 来车了 好快啊 踩刹车 加油 选一个 真的 这么快 我说你脚拿去 拿车前面去 快拿回来 你要么踩刹车 要么踩要门 你二选一 不难吧 没有 放在那儿瞅 然后我眼瞅着 那个大车停 停停停停停 好几顿停那了 然后我这个车 溜过去了 我当时有着汗呢 但是我车上 当时也贴着女新手呢 而且我贴了两三脚 作为交通参与者新手 只是你学习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觉得你 今年来了以后 你看你那样 你不觉得有点太滑稽 我觉得你得嘲笑我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不是嘲笑你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是为了这个家 如果你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家怎么办 我能给她的幸福吗 那我让你附加实质干啥呀 我说小声了 你听不着 我说大声了 你说我口 我跟您说 以后练车找个陪练 千万别找老公 就直接让陪练去陪练就好了嘛 如果真的不行 以后就不让她开车嘛 就两条路嘛 千万别 因为你这样 反而更容易出事 对 她越喊我就越猛 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避免她 你就找陪练嘛 就别跟她练了以后 好不好 这个也不能替她说一句 也不代表她就烦你了 你要拿练车说 先生真的不是烦你了 还有别的事吗 我觉得她花钱 有点大手大脚 比如今年夏天嘛 咱就不说以前的事了 买半年袖 买二十多个 而且你买完了以后 你倒把以前救的 或者是不穿的 你倒扔了 完了我一收拾会的时候呢 又要扔了 她说 哎呀 这个不行 这个我得锻炼的时候穿 我要扔它 始终就穿着了 等到我说 那这个衣服 那个小了 咱扔了吧 不行 我瘦的时候还能穿呢 我承认 我就是买衣服去 使有点稍微躲 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职业相关 我训练完以后 我得换一身衣服 我不能总穿 湿的衣服塌着吧 然后带一个会员 身上出点暗了 你不能穿以前 稍微旧一点的衣服吗 肥子都可得新衣服塌着吗 我是做形象的 你做形象的衣服 也没有固定什么的 也都挺好的 我也不行 但是我没有换的了 我洗完 头一天洗完 我第二天又可能没干 我还得有衣服穿 我觉得你这个 简直就是给你自己买衣服 找一个理由 听明白了 您接着说 还有一个就是 她健身的这个事 她因为现在30多岁嘛 我觉得在健身行业 这个已经不太适合她了 因为她现在 就是这个胳膊肘 还有这个脖子 后边腰都有伤 膝盖 就是一到下雨一天 或者变天的时候 她就会有反应 就这个我俩争执得 特别特别地严重 而且你现在训练量太大了 都一天 有的时候她要有时间 都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练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练了 就是我能有时间的话 现在都是在客户 您是一个职业教练 是吧 对 过去是从事这个的吗 还是半路改行之后 来做的 以前最早练体育的 然后 就是一个体育生 然后不练体育以后 我就开始做健身了 明白了 就是妻子是希望说 不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注意一下保护身体 对 力量过大了 对 注意一下保护自己 那你之前的伤 都已经助成了 咱们就是以后 尽量避免再受伤了 或者是咱们可以 适当地保护一下 我已经很保护 很注意了 我训练的量已经由一天 大多数都是五个小时 现在改成一天几个小时 而且晚上有时候 就是跟会员出去应酬 听明白了 其实也不怎么自律地训练 就是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 往这个运动方面引 他就想往这个孩子运动方面引 其实吧 练运动不是说你干职业 我想让我姑娘做什么呢 练练体育 把你的耐性和耐力都提高一点 因为我姑娘身体体质吧 也不是太好 只要有一个感冒风波 她都会赶上 我现在让我姑娘体质的好一点 毕竟呢 就是说女孩嘛 我想让我姑娘 以后能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陪我姑娘永久 那么我想让我姑娘能更好一些 不是 小朋友不都在运动吗 不是 现在是和平年代 你看你想的就是 就觉得她的姑娘会有危险 然后她练这些东西 她会保护 不是 她到底让姑娘练什么呀 您不买 就是练那个什么 拳机这些东西 我就在家里买了一个纱带 然后在那个顶梁上 挂了一个固定架 然后没啥事的时候 我打纱带的时候 我会引导我姑娘 我说来 姑娘 你过来跟爸爸一起当 每次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媳妇啊 不管是在厨房也好 在哪屋也好 都会立马 干的 你把那个撤去 给我换上鞦韆 大伙鞦韆跑吗 为什么练那个 把手锅都打锁了 你能负责呀 这一辈子她还小啊 这女儿多大呀 五岁 我想让她练练拳呢 或者是学学那个 太迅道啊 或者怎打呀 都行 一个都不行 我俩因为这事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我也没法说 她说不行 我就没法跟她叫 在外面吧 我也不想因为就是说 这点小事把我俩 好不容易在一起的环境 给打销 所以说这个事一直在搁浅 一直在 再换一个双方认可的体育项目 让孩子锻炼锻炼身体 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也保护不了自己啊 他现在学跆拳道的大了 他也保护不了自己 起码他有一份 你让他自己有选择能力的时候 让他去选择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按你的方式来呢 就是你 你的不一定对 对我承认 跆拳道有可能还受伤呢 咱们就 他只是一个爱好 并不再表示专业 爱好是他爱 对吗 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咱是没有对错 你跟他商量 这来不就完了吗 我俩现在商量不了 他是希望女儿的身体强健 能不能给女儿 选一个运动类的项目 行吗 这行吗 也可以 你看这不就行吗 你慢慢来 慢慢渗透嘛 最后孩子练了 妈妈看到成绩了 她就不让咱练了吗 你非要较那个劲 我发现你也是 我们大体听了一下 基本上的问题 都是跟现在的 所有家庭 大差不差的问题 对吧 因为有了孩子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夫妻有冲突 不知道怎么沟通 没错吧 对 现在好像这个手机 已经成了家里面 影响夫妻之间关系的 一个重要介质 叫手机 对吧 不一定看得时间长 但是有可能给家里 带来巨大的冲突 这问题家家都有 随着女儿再长大 问题还会更多 因为孩子还会学你嘛 还会学习嘛 还会学着玩 你看多了 她一定会用嘛 学 孩子现在就学她 对 你们家孩子 有的时候上厕所 她有个假的那种手机 妈妈把我的手机给我 她也像她爸一样 就这样拿着两个手机 就慢慢 她慢慢也会接触 我觉得这共性问题嘛 但是听下来就是 我特别关注和关心的是 你们日常的沟通 是怎么沟通啊 日常的沟通的时候 就肯定不会这么 心平心合的沟通 是大家都有态度是吧 对 都有态度 她会发脾气吗 她会坚持她的 我会坚持我的 她会发脾气吗 发脾气的顶多就喊两句吧 声音大 对 但是都是基本上 在孩子不在家的 或者是父母不在的时候 可能会喊两句 那你们俩这气都憋得够久了 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可能少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们跟老人一起住是吧 对 跟 我父母 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对对对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先生说自己回家会做家务 会做什么 他做家务也得是我支持的 比如说那个老公 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把碗刷刷吧 行 等一会吧 可能就是他九点下班吧 吃完了以后 九点十十九点半的一样 可能会等到十点半 快睡觉的时候 他皮里巴拉一顿刷吧 刷吧以后厨房呢 可能还会造皮里巴的 大部分的家务是您承担 还是婆婆承担 基本上都是我承担 如果他做家务的话 公公婆婆会有说法吗 我婆婆也会说的 那个儿子太懒了 但是不会指使他干活 也支持 支持他也是那样事的 就在那行 放那我整吧 可能他不整 过一会儿 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婆婆 他就整了 你们两个造成沟通问题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和父母一起生活 不是说他们 跟你们一起生活不好 只是说他们压缩了 你们沟通的空间 有的时候 夫妻之间是需要吵架的 但是由于长辈在 可能这股火就压下去了 压下去以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自己的父母 在现场的时候 不管老头老太太 有说些什么 但事实上 他是更多 不愿意看到 自己那一方的孩子 干太多活的 可能他嘴上没有说 这也会造成 他的一些行动迟缓 也会造成 你指使他干活 让他承担家务的时候 一些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你们两个需要 扩展自己的沟通环境 第一 每天晚上要不要 把门关起来 轻声地聊一下 我们这段时间的问题 要不要两个人 偶尔出去约个会 看场电影 吃个晚餐 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孩子以后 很少 对 所以你们所有的 夫妻之间的沟通空间 被父母 被孩子 全部挤压掉了 以至于你们现在 不太擅长 和对方用彼此熟悉 或者能接受的方式 去沟通和解决 你们面临的 所有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女方对于男方 所有的关于事业也好 工作也好 有过度的焦虑 以及过度的干涉 所谓的焦虑 你现在一直在想象一些 他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的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第二 包括孩子那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 孩子在家里 练练拳击挺好的呀 总比较到外面的教练 你有时候可能 更放心一些吧 但是你还是会焦虑 所以我觉得作为女性 作为妻子 作为妈妈 有的时候该放手的时候 要放手 为什么孩子需要父亲胆 因为有父亲 参与教育过程的孩子 会更加的勇敢 也许你的女儿 在五岁的时候 已经不喜欢当秋千了 她可能更喜欢 跟爸爸在一起运动 一起向上 一起拥有强健的体魄 所以我说你过度焦虑 并且过度干预 第三 男生要主动一点 主动地去承担一些家务 主动地去跟妻子做沟通 你比如说 他可能当着婆婆的面 有的时候 真是不好意思支持你 所以你要更加地 替他去分担 家庭当中的所有 我最讨厌的就是 男人跟我讲说 哎呀我白天上了一天的班了 晚上好累啊 我要放松一下 他白天没上一天的班吗 所以夫妻之间要相互理解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作业老师 来 严老师 我记得先生之前说 为什么买那么多衣服啊 说因为我是健身教练啊 我需要形象 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啊 衣服真的代表不了 你的形象 我觉得你今天在场上 跟你妻子沟通的这个形象 不够好 你大部分时间 在跟妻子说话的时候 要么就是插着腰 要么就是抱着手臂 那个样子特别地不好 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你所有和妻子沟通的方式 都是用抬杠的方式在沟通 他说冬你必须说西 他说你那横着是玩游戏 你说不是 我在这个和会员交流 玩就玩了嘛 抬什么杠呢 他说你衣服太多了 你就抬杠说 那我要换呀 请问一天换几身啊 家庭生活 能是你只冬 冬就好 只西西就棒吗 不是的 是平等的沟通 平等的交流 才能达到效果 而妻子的沟通 我也特别有感觉 你永远都是笑嘻嘻地 在批评她 其实你这个笑面背后 真的也是 雇致己见 雇不自封人 你从上场到现在 就反复在说 不喜欢她的职业 不喜欢她的这个工作 希望她能转行 说她身体受损 我能理解你对她的关心 但是你真的了解她吗 你真的理解她 为什么这样去热衷 执着于这份事业吗 她一定是快乐的呀 职业没有十全十美 我在享受 做健身教练的快乐 我在把我的肌肉 练成我想要的样子 时候的快乐 那是必须要承担 其他的一些 不如意和痛苦 我可能就会 因为运动有损伤 所以你要真的 试着去理解她 她的快乐是什么 她的痛苦是什么 而不是指着她 一看你膝盖坏了 她爱这份职业 那是不是她的膝盖疼 你帮她用什么 姜汤什么泡一泡 我不懂啊 总有辅助的方法 其实这样 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心就鼻子打开 她也不会插着腰 跟你抬杠了 你也不会让她觉得 你总是笑嘻嘻 却不尽人情 不尽她心意 良好的沟通 就会让你们的 夫妻生活更稳定 回去好好聊聊吧 好吗 先生 多体谅体谅她 改改您的说话习惯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来 图老师 其实在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一个男生 经常会说的问题 就是工作这个事情 是所有的借口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工作来推托 为什么 因为除了工作以外 她啥也没干 所以如果要偷懒 如果要应酬 一切以工作 以忙 以累 为借口 因为你找不到别的借口 但事实上谁不工作 我说句实在话 适当地做家务 恰恰是 解决自己工作压力 最好的方式 而你躺在沙发上玩游戏 刷抖音 看视频 其实恰恰是增加了 你疲惫的负担 如果你下班回家之后 你适当地辅助她 做点家务 她在里面做饭 你帮着收拾碗筷 你洗个菜 跟她聊两句 吃完饭之后 两个人一起在那洗碗 洗的时候聊两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身心都得到了释放 科学证明 其实一个人 要解决自己工作压力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自己的爱人倾诉 去聊 既给爱人安全感 同时又转移了 自己压力的注意力 而且在聊的过程当中 彼此互相增进感情 但很多丈夫 不采用这样的方式 采用偷懒的方式 你可以适当地尝试一下 其实是有用的 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 打沙袋 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但我认为 但凡是她在家里 积极愿意去跟家庭 互动的事情 只要不是会造成 太大的问题 你就由着她去 她不干活的 你说她 她跟孩子有互动 你又偏偏要管着她 你这又是何必呢 至于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到底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能干多久 其实是你们家庭当中 最重要的未来 你总有一天 你是要转行 你必须提前做准备 你不能被这个行业淘汰 你再来想 你怎么去转行 是不行的 至于其他的 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如果要提个建议 我还是建议 跟父母分开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既然是个闺女的话 要充分地 让闺女和父亲动起来 好 我知道 我自己理解 那个富养的富是什么呀 应该让孩子 就是什么都看过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你要有充分 而富裕的时间 去陪他成长 我觉得这个富是最重要的 是你的陪伴 对老婆好点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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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们 现场的观众一听我爱你还欧了一下 那他们相见会怎样呢 你们还不欧坏了 来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来来来 谢谢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